謎片大廠的公開特色 來到了最後一部作品嗎? 這次的題材不只是東映的老作品 也是GIGA玩到不能再玩的一個系列 那究竟又會有什麼新花樣或戰敗劇情呢? 大家好我是米甘 不論是對動畫、漫畫、遊戲、VTuber、特色這類 ACG相關話題以及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歡迎加入已經開啟的頻道會員 可以進入會員專屬DC群以及擁有其他會員福利 每次只要是這個系列 大家在等的不是女角那香香的造型美美的推 不然就是不能公開看的戰敗劇情 還是說有人是公開看的 而本期影片也剛好的 是由FortSIM贊助播出 滿足大部分人的色色想法 FortSIM是一款專注、腿控、足控的直播交友APP 充分滿足你的各種羞涉慾望 就如同只想看到戰敗結局那一樣的想法 不管是看顏值還是看身材都有各種選擇 我們先來嘗試一下首頁的TAG功能 裡面許多的TAG標籤可以滿足你一切能想到的癖好屬性 不管是國家、地區或是有不同類型的需求 都可以在其中挑選 另外不畏控也有各種分類選項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點進去都是腿居多啊 竹控應該會蠻喜歡的 然後送禮物就能在直播間看福利 贈送特殊1314禮物 就能跟主播加微信、私訊 而贈送鑽石還能跟主播一對一 私訊通話、對私下一對一 TAG選擇中愛標籤 用入水可以解鎖影片 鑽石打賞能和主播互動 約會能與主播私訊通話 以下也是考量後最多可以放上給大家的福利 更多你懂的那種細節無法明講 只能親自去下載查看 留言字頂區會有專屬下載連結 還能夠體驗更多官方渠道無法體驗的樂趣 還是請各位親自去體驗 這一次特色謎片大廠GIGA的公開作 有許多的特別之處 同時也算是極大層之作了吧 GIGA公開特色 在公佈完這篇之後就沒有續作 以目前來看這一作可能是最後一部公開作品 至少至今為止都沒有新消息 而且過去那幾部公開作品 雖然在Youtuber上面已經沒有後續 但實際上還是有在出後續故事 只不過是以原本的老本行方式推出 像是另一條路線另一個結局 和女反派個人外傳之類的 欸不是啊 你原本的故事就都走向戰敗結局了 再一個戰敗結局是怎樣啊 啊好啦我想看 不過那些瑕疵在談 今天要來吐槽介紹的是 魔法美少女先生 風天女 也就是目前GIGA最後一部公開作品 這部作品特殊的部分 還不只是最後一部公開作 還是目前為止第一部 雙主要女角的作品 也就是說戰敗的部分也是兩位 然後公開播放的部分 中間還都會穿插玩具廣告 真的是玩梗玩到極致啊 這玩具要去哪裡買啊 而這次的真結局DVD 也和以往直接接續不同 也不知道這另一種方式是拖時間還是超值呢 再來就是魔法美少女戰士這個系列 也算是GIGA常出現的常駐班底了 這其實就是以東映過去的魔法少女特色劇 美少女假面為原型 做惡搞或改編而出現的 美少女假面這個角色 也用過特殊的方式 在過去Kamen Rider Wizard的劇場版中出現過 雖然這個角色已經是東映的老角色了 但對於GIGA來說可是一個用不膩的題材啊 也因此在公開特色中怎麼會少了她呢? 而且GIGA使用的演員又基本上是AV演員 可想而知那梗汗尺度會玩多開了 首先我們還是先來了解她究竟說了什麼故事吧 簡單來說 就和大部分的魔法少女故事一樣 一位開朗又人見人愛的善良少女 就連遇見會對沒人的空氣練習替法的老奶奶 也會開心的打招呼的少女 你真的沒覺得她對著空氣替法很奇怪嗎? 這應該是沒打算弄理髮廳內的場景吧 然後偶然之下 在垃圾堆中撿到了一個破爛布偶 帶了回家找自己爸爸幫布偶修補 一般來說誰會撿垃圾堆裡的娃娃啦 而且破成這樣到底誰會撿啊? 日本怎麼那麼多撿娃娃回家的故事啊? 然後修補完之後 連一點修補痕跡都沒有 這爸爸的裁縫技術應該也是頂尖了吧 然後明明幫布偶修復好的是爸爸 但被感謝的卻是 除了把他撿回來外殺都沒做的少女 然後就把少女變成魔法美少女戰士了 我還真好奇如果把爸爸變成戰士會怎樣 然後理所當然的魔法少女就是要有附加條件 如果被他人知道自己真實身份就會變成豬 然後這裡還放寫實畫面 說起來過去有一位也是會永遠變成豬的懲罰 不過那隻豬就是他一般變身狀態 而且蠻可愛的就是了 而少女在未變身的狀態 也獲得超人般的力量 展現的方法就是 接老師投射的粉筆 我比較好奇的是 投射粉筆是老師必備才能嗎? 反正這也體現了女主角獲得了力量 然後很快的第一個怪人附身在化學老師身上 直接製造有毒物質 並且變成怪人襲擊學生 還召喚看起來像Dampu的雜兵 少女也嘗試了第一次的變身 很快的解決了雜兵 並與怪人來場大戰 嗯 是很正常的大戰 很快的擊敗了怪人 解救了原本被他操控與被弄昏的老師 他就在被全班師生注視之下離開 並且還一舉成名 在這之後就要避免被家人發現的狀態下生活 然後前面那位老奶奶因為行為詭異 被少女的偵探型態 發現她變成了怪人 不是啊 她前面的行為就很詭異了 誰知道她是之前就已經是怪人還是現在變的 然後兩人先是從屋頂追到一個小空間 疑似之前的戰敗場景 然後又在變身狀態下打到一個小教堂內 遇到了敵方大BOSS陷入苦戰 在危急時刻另一位魔法美少女戰士登場 另一位怎麼看道具都比女主角好啊 然後為什麼帶著女主角逃出教堂要用跑的 你們不是會魔法嗎? 還有一個會飛啊 之後很快的就擊敗了怪人 但替法怪人沒有變回原本的老奶奶 所以老奶奶被一起消滅 還是怪人就是老奶奶 戰鬥結束後 另一位魔法美少女戰士還直接飛走 但飛到一半直接被攻擊燃截捕 不會飛的女主角反而逃過一劫 但當天晚上妹妹就失蹤沒有回家 所以那麼明顯的怎麼看不出來對方是誰啊? 面罩上有辨識妨礙嗎? 總之女主角敢去救人 這邊就分成兩條路線 公開版本中 另一位魔法美少女戰士被關在籠子裡 在準備被處決時 女主角趕了過來 也開始了這次最大的場面 爆炸 女主角在爆炸中奔跑啊 在荒野中和一群小兵戰鬥 反派BOSS還派了一位怪人與她戰鬥 不知道是不是以雞尾酒為原型 反正頭上有一顆櫻桃 在喝了酒之後 使用罪拳暴打女主角 最後不敵怪人的攻勢被抓了起來 敵方想摘下她們的面罩 看起真面目 兩位魔法美少女戰士 這才說出 如果讓其他人看到自己真面目後 自己會變成某種動物 兩個人說的還都不一樣 姐姐是豬 前面就知道了 妹妹是兔子欸 那布偶差別待遇是吧 也在即將被拆掉面具前 那布偶突然趕過來幫忙 那兩人掙脫束縛 一起合力對抗怪人 將兩人的武器合在一起 直接把反派BOSS與怪人直接射爆 然後這一幕還在電視上放鬆 學校師生和父母看到都開心的歡呼 等等這畫面誰拍的 布偶嗎 為什麼還要把他們的戰鬥畫面直播啦 如果戰敗的話不就 反正打完後妹妹又直接飛走 兩人還是不知道對方身份 就這樣結束了故事 然而在DVD版本中則有不同發展 在前面是把公開播放劇情跑一遍 對把公開的部分直接放到前面充數 然後妹妹被抓起來也不是用籠子裝了 而是綁在處形架上 這看起來確實更有髒髒的戰敗味道 接下來也跟公開播放一樣 女主角趕到在爆炸中奔跑與怪人打架 打出怪人後被抓起來 這裡反派並沒有急著揭露他們的真面目 而是帶到基地裡綁起來再揭露 也就讓布偶沒有及時跑來搗亂 最後趕來的布偶被擊敗 兩個魔法美少女戰士被反派征服 就這次結局來說 倒是我比較喜歡的那種 也算是比較傳統的玩多情節 而且還是姊妹洞啊 這次的劇情和一些配角編排上 算是公開播放裡面做得最足的 畢竟過去幾乎是沒有任何路人配角 許多畫面還是一樣值得吐槽 不過在打鬥上的編排又回到滿滿的打擊感 雖然是魔法少女但又是物理對戰 所謂的魔法棒根本就是短劍吧 這次的小群群還會邊打邊升高 也沒打算拉了 雖然在演技方面果然還是很神陰 尤其妹妹部分不論是動作還是台詞 果然沒有特效加成根本沒在動吧 而且那麼明顯怎麼還猜不出另一位就是妹妹啊 然後這妹妹到底是傲嬌還是討厭姐姐啊 總之這一次的謎變大場的公開特色就到這邊 戰敗路線番號的話就是這個 之後會再繼續做關於其他公開作品的心理劇情介紹 希望不要被黃標才好 上次救星戰隊第二部就被黃標了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